大家看到当经济稍微有点好转 利息稍微有点下降的时候 上市的房源量就多了10.4% 那等到明年春天市场更进一步好 利率进一步降低的时候 市场的竞争得有多激烈 欢迎来到历程地产团队为您解说的 2024年10月份的沃泰华地产报告 大家好 我是你的沃泰华地产经纪莉莉 本月的标题是 沃泰华二手房市场的消费者信息 小福回升 随着市场逐渐恢复啊 沃泰华的二手房市场的买卖活动 呈现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具体的数据呢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10月份啊 通过沃泰华房地产委员会 也就是我们OREB下属的MLS系统啊 总共售出了1179套房源 那销售额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啊 也有大幅的上升 但是呢 跟过去5年和1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呢 还是略低的 2024年前10个月的房屋销售总数呢 是11662套 那跟2023年同期呢 相比啊 是增长了9.4%的 那OREB的总裁也表示啊 我们看到沃泰华的房地产市场 正在回暖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呢 房地产市场这一年的活跃状态 是一直持续存在的 而不是像往年一样啊 有这个季节性的高峰或者是低谷 这一个变化呢 主要是受到了加拿大央行啊 连续降息的影响 消费者的信心呢 正在逐渐的恢复 虽然说很多买家 还在等待央行的进一步降息 但总体来说啊 市场呢 还是变得比去年同期活跃了很多 与此同时呢 安省今年的新房建造计划 却一直在缩减 那跟之前制定的2024年 要建造12万5000套 新房的目标相比啊 秋季经济报告中呢 指出呢 新房开工的预测数量 已经减到了81300套 安省表示啊 高利率和严峻的经济环境 是房屋建筑商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实这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面临的问题啊 因为利率一直在涨 经济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所有人都不想花钱了 不想把钱袋子捕得更紧 2024年10月份啊 房屋的整体综合基准价格呢 是639500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就是只有0.4上涨 可以说呢 我们的数量上来了 但是我们的平均价钱呢 跟去年同期还是一样的几乎 那我们来看一看 独立屋连排价格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都有一个小幅的增长 公寓类的住宅呢 在这里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有一个3.4%的下滑的 关于公寓类住宅的未来呢 我接下来会开一期视频 单独给大家讲一讲 我个人的一些小看法 敬请期待咯 那2024年10月份出售的房源 平均价格啊 是668,690 那今年前10个月的平均房价呢 是678,081 看完的价钱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新上市的盘 2024年10月份啊 一共有2089套新的房源啊 上市 他再看到 当经济稍微有一点点好转 利息稍微有点下降的时候 上市的房源量 就多了10.4% 那等到明年春天 市场更进一步好 利率更进一步降低的时候 市场的竞争都有多激烈 那10月份新房源的数量 跟过去10年平均值相比呢 是多了17%的 那接着到2024年10月份底啊 市场上的活跃住宅数量呢 一共是就3354套 那跟2024年相比啊 剩余房源的数量呢 多了8.9% 它就说明想卖房子的人多了 想买房子的人并没有变多 所以说呢 市场上才会剩下这么多房子 10月份的活跃房源数量啊 比过去5年的平均值高出了40.6% 比过去10年的平均值高出了6.7% 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很多的问题了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库存吧 虽然说房源呢 在大量的上市 但是呢 买家们呢 也更活跃了 所以说 今年10月底流的铺存 更可消化的时间呢 比去年10月底呢 是快了 所以说 现在往前看 去年10月到12月 真的是买房的一个好时候 那也恭喜所有在去年10到12月入市的朋友们 你们真的是踩在了山脚下 那之前视频里说的那些话题呢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呢 我也会跟大家一一分析我的一些看法 关注丽丽湖 买房买房 从此都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咯 谢谢大家